大家好,歡迎回到第二節的遺留 第二節會談談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處長,我也想了解計劃的進展狀況是怎樣 以及投資者主要來自哪些地區 新投資者移民入境計劃是3月1日推出 宣佈的細節 開始會比較多一些查詢 在過去幾個月,我們都看到數字穩步上升 截至7月5日,我們已經收到超過3,800宗的查詢 另外,真的遞了表申請,已經有346宗 然後,投資推廣署是審批一個淨資產審批 審批已經有批214個 另外,入境處已經批出117宗原則上的批准 申請者可以進來香港,即是做他的投資 投資了3,000萬之後,就再遞進來告訴他做了這件事 入境處正式批出,已經有4個批核 由3月1日至短短3個月中 已經有申請、批核、投資 兼最後批核、變為香港居民 已經有4宗 我們預計如果有346宗全部都批核 其實是為香港會帶來超過100億港元的資金 進展真的很快 你剛才也提到計劃的申請人最少在香港投資3,000萬 其實我們周圍說搶人才 新加坡也有他們自己的投資入境計劃 香港比起新加坡的計劃,吸引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我們推出之前,當然也會研究過亞太區 或者其他地區的一些投資移民計劃 當然我們比起舊的計劃,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增長的投資額 但譬如剛才你提到的新加坡為例 他們的計劃是需要投資港幣的大概5,000萬 到將近3億不等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很有信心,我們的計劃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從投資額來說,香港的門檻就比起 譬如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是低一點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的計劃的吸引力的來源 這個其實只是其中一個吸引力的來源 我們也要看回基本的要求 因為香港作為一個投資移民計劃,你真的要投資 香港的投資產品,無論是股票、債券、一些私募的基金 或者是多元化的一些投資產品 其實是比新加坡或其他地區更多元化的 尤其是我們有債券通、有股票通 香港作為一個平台投資一些國內的產品 所以香港自身的優勢,除了投資門檻之外 本身已經是非常有競爭力 你剛才也提及過,也有3,000多個查詢 而且你也會接觸不少的投資者有興趣在香港投資 其實他們怎樣看香港現在的情況 其實很多的准投資者、申請人 都是看著一向來香港會落戶或發展 可能之前大家也留意到 我們人才辦那邊也有推出一些高財通 或者一些其他的政策 但那些是吸引一些科技 或者一些比較大型的 專上學院大學的畢業生 希望他們進來增加香港的人才富 當然另一類的人就是投資者 他們是有錢的 當然也有些人才 但他們是比較高正值的人士 他們看著香港的很好的營商環境 又是一個好的低稅 比較簡單的低稅 居住環境非常優美 醫療也好 學校配套也好 所以他們很想來到香港 可以落戶、居住 以及帶他們的受養人、家人 一起來到香港 所以你剛才提到 其實香港除了投資組合比較豐富之外 我們制度上都是有些優勢 吸引到投資者來香港 因為制度上香港的稅收這麼簡單 稅例這麼低 其實不少人都想利用香港作為一個落腳點 在這裡居住 以及享受香港的 剛才提到的生活質素優惠 或者稅收方面的優惠 另外政府也有推出很多其他的支持 對行業那些 因為記住 每一個投資者移民的申請者 他本身可能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或者是一些企業的高本 他們的企業也對香港認知多了 也有可能帶來一個連帶的後應 投資推廣署也會推銷他們 公司會否進來香港 或者利用香港的好環境 作為進一步的擴張 剛才你提到 詢問的人 申請的人 以及成功 已經來香港入境的人 其實進展都非常好 可否也請你說 例如這些人的背景 例如他們是甚麼行業 或者他們是哪個地區來香港 因為投資者移民 我們不理他們是甚麼行業 都可以申請 因為看他們的淨資產 以及他們可以投資總數 達標就可以了 其實各地區都會有一些 有一些是海外的華僑 可能對香港的了解比較多 開始會多一點 但是陸續都會看到越來越多 一些是東南亞國家 還有韓國也都有申請 包括歐洲地區都有幾個國家 有些加拿大的人也都有申請 那麼數字慢慢開始提升 因為當初推銷可能是回香港 去做這個推廣 變成了投入香港多些生意 可能會有些華僑 但是之後我們會繼續 包括剛才提到的一些 東南亞地區 這些人都覺得香港是比較穩定 比較好發展 而且你剛才提到短短幾個月時間 可能他們的細節上 都需要多些時間去了解 因為你剛才說到 就是3月1號開始 才公佈整個計劃的細節 所以可能講解和理解上 都需要一些時間 才慢慢有更加多的申請 是 其實投資推廣署 我們除了宣佈之前 也要做一些提早的 一些預告類的一些去講解 但真的推出之後 其實我們已經搞了很多場 跟業界 例如一些財富管理公司 一些私人銀行 一些會計 或者一些法律界的朋友們 因為他們其實很歡迎這個計劃 是落戶之後 為了香港的財富管理行業 帶來很多的商機 所以他們也是我們幫忙 去推廣的一些聯合的朋友們 我們叫做業界朋友 他們也說 其實我們在外地 都有不少的分支機構 我們也想藉著機會 將更多的業務 帶來我們香港的機構 他們也會幫我們開始做一些推廣 所以我們是將這個擴大來做的 除了推廣 除了自己會繼續做一些 本地及外國的推廣 其實我們的專業界的朋友們 都會幫忙 去做這些事 令到香港的專業界 也會多些生意去做 明白了 處長 我們今節說了不少關於投資者入境計劃的細節 以及為香港帶留了甚麼商機 除了也提及了很多 其實投資的角度來說 香港的投資組合 或制度優勢是怎樣的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說一下 中央近來有不少維港的措施 如何增加投資者對於香港的興趣 第3節回來再談